那香港人抱怨起來 那講話是難聽的 你是誰 攝鵬怎麼天花板在漏水 不是 你當我確診喔 我就回到了 如果真的阿斌哥聽你用這種 語氣喊的話 哇 全部都硬耶 脖子啊 脖子就硬啦 脖子就... 對啊 我來跟你講正經事 你在那邊 那香港人抱怨起來 那講話是難聽的 聽不... 沒關係 我聽不懂沒關係 搞什麼東西啊 我們以前那個做幕後 做白宮的事非常多 我以前當編劇 然後經常那個寫完以後 讚讚基金的老闆這個 你看好嗎 在攝影棚現場 演員就像你們都在喔 那老闆就在遠面前面看 真難笑 寫得出來 然後 四個稀巴爛丟在地上 我就待站在原地喔 真的假的啦 然後老闆就往前走 突然又回頭 玉琳 地上的垃圾收一收 你這樣子 我蹲下來在那邊 一張一張收這樣子 好可憐 然後發現說 攝影棚怎麼天花板在漏水 不是 你講得很誇張耶 就是這樣子活過來的 Oh my God 真的是 人生的種種 不能把我擊倒 那就只會讓我更強大 對 他不只怪 不只玻璃心 還很dirty 他很dirty 有這件事嗎 他不愛穿襪子 你不穿襪子就算沒有關係 可是他穿著那個慢跑鞋 其實都沒穿襪子 其實腳會流汗 不是 因為你看如果你襪子很髒 去踩到地上 然後在褲子跟衣服是貼身體的 如果洗的話 他們就會 全部混在一起了 所以我想說 那就襪子把它分開 其實像他講 襪子如果一次洗衣霜很浪費水 所以我想說那就乾脆把它塞在 而且襪子穿在鞋子裡面 根本就沒有人看得到 所以我想說那就不要洗好了 不洗然後重複穿 對啊 那這樣子就很臭啊 我會臭沒有味道 我都沒有聞到啊 我就有聞到啊 你當我確診喔 我就聞到了 你以為他要被病毒傳了 而且放屁的人都不覺得臭啊 這是個原理啊 對啊 放屁不覺得臭 講到放屁 怪不得已 但這時候你講到背後說你是 鞋子 你那個就是散發出那個鹹魚味 玉琳哥 生活白癡來你自己 好 他是生活白癡喔 怎麼說 沒有 很酷喔 就是 他只是變胖而已 他以為你生活白癡喔 他現在瘦回來了啦 他在宿舍 他為什麼不知道可以把自己 就是廁所裡面的那個肥皂 掉到自己馬桶裡面去 對啊 不知道怎麼洗的 而且是一整塊卡在裡面 不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是貼身衣物要每天洗 不要再笑 因為一般會掉在馬桶裡面 除非你坐在馬桶上面洗 在那邊洗澡 沒有 我不是 是因為 那為什麼會掉進馬桶裡面 沒有 因為我們會 我會在盆子裡面洗貼身衣物 然後就用肥皂洗 然後我第一次呢 就是那肥皂比較小塊 所以我就忘記了 忘記就是 水到 對 拿起來之後我就 到那個馬桶 然後結果呢 我就發現完蛋 我就趕快沖水就結束 就這件事就沒了 隔天又犯同樣的錯 然後是換新的肥皂 所以整整卡住了 然後我就想說完蛋 那時候他們每個人來我房間 都會幫我通馬桶一下 我幫你是你的馬桶 到底什麼時候好啊 看誰可以成功這樣子 可是就完全沒辦法 然後那一段時間 我的宿 就是我的房間的廁所 是不能上大號 我都要再 自己就是收工前解決 然後我再回宿舍 因為我房間那是衝不下去 那個馬桶變成不能用了啦 有件超好笑 他就是突然拍一拍 後面那有幾個月 突然有一天他突然跑 跟他說 我跟妳說 我房間的馬桶痛了 我超開心的 為什麼自己通了 沒有 我就每天沖熱水 然後就是想到就沖水 讓它慢慢慢慢變小 要用水來把那個溶解掉了 對 所以馬桶痛得很開心 跟中熱透一樣 我覺得那個時候的開心度 有到中熱透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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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